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装进了游戏 虚拟现实 区块链等等 已经就是发展了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技术 就甚至连元宇宙这个概念它都不新 因为它的出处是雪崩这个小说 而雪崩这一本小说 它在五年前VR大热的时候 也是被投资人 创业者和媒体 拿出来反复说的一本小说 所以其实相当于是一看到元宇宙 我就有点好无聊的一种感觉 但前不久我是听到了 一档Planet Money的一期节目 我觉得它是给了我一些新的思考养料 所以我就听完那期节目之后 我就没有刻意去躲开元宇宙这个热词 而是去做了更多的探寻 当然那期节目本身是跟元宇宙没有关系了 但是在听完那期节目之后 我是迅速就想到了元宇宙 所以这期节目并不是我邀请一个专家 或者嘉宾来进行访谈的一个节目 而是和我的合伙人丁教 达燕 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思考 以及我们看到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Hello 达燕 嗨 嗨 哈喽 我去到 所以我们就是应该是好久都没有 一块在一个节目当中出现了 然后我们现在也很元宇宙的 通过电脑再录制这期节目 对 刚好我下午还是用了这个Oculus Quest 2 然后跟另外一档节目做了一期 所以就感觉这两天 基本上好像这个词就充斥在我的脑子里面了 然后包括我也是上周刚刚买了Oculus Quest 2 所以就这一周整个的 我就觉得这个词就已经是到处都是了 其实我们会说起来 这个元宇宙是因为 Planning Money的7月份的一期节目 然后这期节目 当然我们肯定是要说这个故事的 就Credits我们是要给到Planning Money了 那期节目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个大家如果有可能性的话 也可以去听一下Planning Money的这一期节目 它的名字标题就非常有意思 叫做Video Gaming The System 那Gaming The System就有点像是 类似于跟系统博弈的这样的感觉 然后Video Gaming The System 就前面加上一个video 就是电子游戏 它同时有了电子游戏的系统 然后同时也有了 就是在电子游戏当中来跟系统博弈的这样一个双关吧 所以它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那个一个游戏叫做Ronescape 这款游戏 这款游戏可能很多人 中国的听众吧 可能了解的会稍微少一点 但它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很多玩家在玩 应该是在魔兽世界排名之后的一款游戏吧 但我也不玩游戏 所以我不太知道 你玩过吗 我没有 我大概查了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老的游戏 大概98年就存在了 然后后面经过不断的技术啊 还有这个版本的更新 所以后面又改过一次名字 就是当时可能这个计算机还不是特别好的 这个时候 其实很多人就在玩了 然后很多人就是因为 他还是比较怀念过去的这种沉浸的这个感觉吧 所以就现在还在玩 已经过了这个有多少年了 快30年了 就像我们怀念QQ飞车一样 或者都地主 对 而且他因为是就是对电脑的性能也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就是很多学生会是课间的时候 迅速的跑到图书馆里边 拿着老机子玩个半小时 然后跑回去上课 这个可能就是西方国家或者美国国家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经常会做的一个事 所以这一期节目就是跑去开头 他们为了音效呀 然后引人入胜 描述的一些在游戏里边战斗的情景 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是说在这样的一个Runescape 他这个世界当中 有一批非常奇怪的玩家 这批玩家他也不跟其他人说话 他就默默地在那里打金 去杀龙 然后获得金子 他们就很经常就是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就不见了 而这些任务对很多玩家而言 恰恰是特别无聊的 简直就是这个游戏当中最无聊的一个部分 因为不断的是重复工作 而有一些有钱的玩家 可能他是会通过花钱 躲开这些无聊的工作 然后如果有其他的玩家 想要跟这些玩家去说话 去聊天 就会发现这些人非但不愿意聊天 而且可能连英语都不会说 有的时候会冒出一些西班牙语 对 所以这期节目就说 为什么在这个游戏当中会有一群这样奇怪的玩家存在 然后当委内瑞拉发生一次大停电的时候 那个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吧 所以大家就突然发现 原来这群人在地理位置上是有相同的一个地理位置 他们都是委内瑞拉人 那为什么这群委内瑞拉人 他们会突然如此行动一致的 跑到这个游戏当中来 来打经呢 然后这个故事就就此展开了 就发现原来这群委内瑞拉人 他们的生活是跟这款游戏是结合在一起 因为过去十年 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都极其之糟糕 通货膨胀非常之大 这群人如果是去做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 可能一个月就赚个几片面包 甚至连就全家人的饭都赚不到 但是如果他们去打经的话 这些东西是可以卖给其他玩家 一天就可以赚上大概八美元吧 这个就比在委内瑞拉一个教授的工资 或者是一个医生的工资还要高 就等于这样的一个虚拟游戏里面的 这个金融体系 其实是要比当地的金融体系要稳定的 对 是 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他们就找到了 真的找到了另外一个宇宙 然后在这个宇宙当中有着稳定的金融体系 他们可以去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的宇宙当中去赚钱 然后赚了钱之后 返回来拿到现实的他们真实的世界里边 去养家糊口 然后这个概念当时就 这不就是元宇宙吗 对对对 这是第一个让我想到元宇宙这个概念的东西 因为它当中还有一些细节吗 还有哪些细节是让你想到元宇宙的呢 对因为我们讲到元宇宙 它其实是分为 这个理论不是我自己想的 我是这个看硅谷有一个投资人 他叫Matthew Ball 然后他最早其实也是在像亚马逊 这样的这些大厂工作过 当时应该是在亚马逊studio 然后担任一个他的战略部门的负责人 所以他自己出来之后投资了蛮多的 比如说是在这个虚拟货币领域 然后投资了一些这个VR AR 然后这个相关的东西 所以他其实是把元宇宙把它分为成这个九个不同的这个大块 然后其中一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像是这个支付与服务 对吧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是交易工具和标准 那这两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想这个金融体系 那其实另外的我们之前在科技早知道里面 我们也讲了好多期了 像是这个虚拟平台 社交 然后包括硬件 这一块它也算是三个不同的这个支柱 然后可能剩下的比如像是我们NFT 我们经常聊到的叫做内容服务与资产这一块 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个计算 对所以这几大支柱构建成这种 大家现在所谓的这个这个元宇宙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其实更多的这个元宇宙是从金融系统 然后我们来讲的 但是就其实当那个委内瑞拉人在玩Roomscape的时候 这些概念呀包括元宇宙呀这些都不存在 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这是元宇宙 对它这个就很有意思 就是因为这款游戏本来就是只是为了给玩家玩 但事实上这个游戏当中 无意识的就创造了这样的一个 刚刚打言说的平行的金融世界 就是因为当那个委内瑞拉人 越来越多的委内瑞拉人发现 哎这个可以赚钱 他们就会告诉自己的朋友啊 亲戚啊 然后就越来越多人就涌入进来打金 那打金了之后就相当于是造成了通货膨胀 因为就更多的金币啊之类的 所以那个人们是什么时候发现 这个世界当中也会有经济危机 经济波动的 就是刚刚说的委内瑞拉大停电的时候 因为2019年委内瑞拉大停电的时候 那次真的是非常之惨 因为很多人是因为停电死掉的 比方说你想想医院里边 对 有人就死掉了 但在这个游戏世界里也是这样子 就是突然一下子超过可能是有100万的委内瑞拉人 在这个游戏当中就突然之间就消失了 消失了之后 就大家就发现 哎那个marketplace 就是他们做交易的那个商店里边 可能本来有很多人是 委内瑞拉人会去卖龙骨呀 鳞片呀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可以成为一些元素 去提升你的道具之类的 但突然这些人就不见了 没有人卖了 所以这些东西就变得非常的稀缺 然后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常识 就是这些东西稀缺的时候 价格就会突然之间暴涨 就产生了经济波动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才会发现 哦原来这个游戏 也有看不见的手 对 它游戏里边也有看不见的手 然后原来也是在影响他们玩的体验啊 什么的 所以这就是惊讶到我的关于元宇宙的第二个点吧 就是大家可能如果知道 委内瑞拉的过去几年的这个情况的听众会比较了解 他们自己的这个货币叫做波利瓦尔价值其实早就崩溃了 对 然后他们基本上通货膨胀达到了这个100万的百分比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所以这个如果是跟其他的货币游戏里面的货币 甚至是他们后面采用的像是比特币这样的货币作为法定货币的 其实都是要不稳定非常多的 所以其实在游戏里面他们反而可能会觉得相比之下 我两全将还取其轻吧 那我还是更希望我能够在这个游戏里面获得一些这个收入 对是 然后就是就是问的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其他的游戏也可以成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元宇宙 然后那期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说为什么是RuneScape这款游戏让委内瑞拉人可以连接起现实世界跟元宇宙世界 那是因为RuneScape刚刚我们说到它是一款非常老的游戏 就是非常低端的硬件设备也可以玩 所以这使得在现在经济困境当中的委内瑞拉人依然是可以配一个特别老旧的电脑来进行打金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委内瑞拉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情况下 选择了这一款游戏来作为他们的元宇宙吧 所以这也是让我特别惊讶的一个小的信息 对就是这个RuneScape这个游戏或者是在这个Planet Money这一期节目里面 有没有其他的让你带来思考的东西 就对刚刚我们讲的更多的是跟经济层面相关嘛 然后后来就是这个节目的后来以及我查的一些资料会觉得 它真的是跟现实生活交织的太紧了 就首先真实世界的恶意是会进入到这个游戏里的 就比方说论坛上面会有教你 因为一些玩家会认为这些委内瑞拉人是搅乱了这些游戏 他们就很讨厌委内瑞拉人 所以真实世界的恶意就会进入到这个游戏当中 会有论坛说如何辨别和杀死委内瑞拉的玩家 然后委内瑞拉人上去他们就会把他给杀死 好不容易的 当然有一些玩家很好啦会主动跟他们聊天啊什么 然后进一步的就是这个游戏当中本来就有一些黑帮 就类似于他们就会占据了某些特别容易打到金的地方 然后自己人在那里打金 或者如果就是他们不打金的时候 他们就会派一两个人守在关卡上面 如果有其他玩家要去打金的话 就要留下买路财 就事实上的游戏中的黑帮 然后这后面的故事就可有意思了 他们因为没有办法24小时都守在那 所以他们就会在有时差的时候 就雇用了一些委内瑞拉人来当他们的小喽啰 感觉就是留他们在那 然后喊一嗓子留下买路财那种 但是这个的演变就跟真实社会还蛮像的 就委内瑞拉人干着干着 突然觉得我干嘛要给他们当小弟 然后他们分给我的又特别少 所以委内瑞拉人自己就起义了 他们就号召了其他的同伴啊之类的 在这款游戏里边打了一场非常大的战役 然后最后他们就赢了 他们就自己成为了那个委内瑞拉黑帮 对这个 那原来玩的这些人还在玩吗 还在玩吧 但是就这个事情就闹得太大了 这个就相当于是非但那个经济搞乱了 而且就感觉里边就黑帮横行 就其他的玩家可能就很不爽嘛 而且还有可能你成为黑帮之后 你是不是会影响其他的玩家去打精啊 就其他的玩家想要去杀一条龙的时候 你不让因为你自己要打精 所以就把人家的龙给杀掉了 那别的玩家玩什么 所以这个就发生了下一个 我认为就元宇宙当中很有类似于预言性的事情 就Rosecape跳出来了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手持power的政府一样 认定说你们这些打精的人 他助长了有组织的欺骗 你是在开设黑市 是虚假物品销售 所以你触犯了我的规则 我对你们的打击就跟真实世界的交易员的行动是一致的 所以你们就不能够玩 然后他们就吊销了很多委内瑞拉人的账号 而且还调整了规则吧 就让某些本来可以打进非常容易的地方 变得利润没有那么高了 元宇宙当中发生了一场战役 影响到了真实的游戏公司 这个真实的游戏公司扮演了政府的角色 又影响了游戏 使得游戏里边这些人不得不从元宇宙当中退出 回到他们真实的世界当中 就之前打进那些人就又不得不去做一份收入很低的工作 无力可图了 对 然后就是当然接下来的故事可能就跟你要讲的那一部分有关系 他们一方面在打着弓 另外一方面就去看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元宇宙 让他们养家糊口吧 就这个故事实在是让我太 就想的东西就实在太多了 因为我不是特别玩那种像是魔兽这样的一些游戏 我不知道 因为我知道这游戏已经发展了很久嘛 就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所以它是不是也是会存在一些 就刚刚我们讲的Ruinscape 这种后面变化成这种有黑帮啊 有帮凶啊 然后有什么起义 这样子的一个虚拟游戏的社会状态 当然了我觉得可能作为游戏的这个管理者 他会设置一些这种叫做什么社区的一个规则 但可能在这个社区的规则下面 我们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拉帮解派 我们一起去怎么样占领一些地方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打经的这个事也很普遍嘛 就你说在中国其实有打经的这个团体 然后甚至还有就是之前的那个特朗普的那个副手叫什么赖着的 突然忘记名字 我知道你说的谁 但我也记不太他的名字了 对他自己还做过游戏工作室专门雇佣人来打经吗 对对对他当时的那个办公室是放在香港的 然后他非常明确自己要服务的那批人就打的经是给谁 是给美国的类似于就是白人代业青年 对问候画像极其之准确 但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对那其实就跟我们可能发达国家 然后或者是这种稍微进步一点的国家 那我们一些可能比较这个初级的工作 那可能我们就外包给其他的国家的这些人 然后因为他们的工资时薪低嘛 那可能在这个游戏世界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又回到元宇宙的这个平行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对比了 对就劳动力成本到底哪里更低 那玩游戏我也是得费好多劲 我才能我玩五个小时获得这样的东西 那我的时间是值多少钱 雇一个人又值多少钱 这样一对比其实就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刚刚说到其实这个委内瑞拉人是不是去了别的游戏 确实是有的 现在我知道的另外一个游戏的名字叫做Axis 它好像并没有一个中文的翻译 这个没有办法 我只能是直接说英文了 对然后它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区块链的一个 NFT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上面 它的游戏其实没有说是Ruin Escape那么复杂 它更加像是如果大家知道 可能前两年比较火的什么Crypto Kitty啊 或者是Crypto Punk 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的这个虚拟形象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去这个叫什么 它非常的直给 它就直接是感觉是你去玩就是为了赚钱的 所以相当于是把Ruin Escape的打经的这个过程完全提炼了出来 然后玩的游戏是里边有一些像Pokemon Go 梦可宝宝贝一样的角色对吧 然后你需要去繁殖它 对对繁殖 对是繁殖这个词 对是 然后你可以就是通过跟别人这样对战 把你自己的小宠物 然后变得更加有能力 然后你可以不断的去繁殖一些比较稀有的品种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交易市场上面来卖 所以这个维内瑞拉的有一些人就去了这个游戏里面继续在玩 然后这个游戏要算人群分布的话 其实维内瑞拉只占5% 它最大的一个市场其实是在菲律宾大概是占30% 然后剩下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一些可能发展中国家 他们自己的这个法定货币不是特别稳定的 包括像是宁都尼西亚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来说 美国大概有8% 然后巴西大概有4%的人在玩 对 但主要其实还在菲律宾 菲律宾占到多少呀 30 对 因为这个游戏其实是在1819年 它就应该已经是出来了的 背后的这个公司是一家越南的公司 然后创始人我看他们的背景是 其中有一个他一直是在英国的一些这种交易所 和一些区块链的加密货币的公司里面工作 所以他可能做这个游戏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背景 他们在去年疫情的时候 其实是获得了非常多的菲律宾的这些玩家 因为我查了一下数据 在菲律宾的去年8月份的时候 有大概45.5%的菲律宾的人 其实是处于一个失业状态的 那菲律宾大概是有6000万的这样的一个劳动人口 所以这个数字还是蛮可怕的 到现在稍微可能恢复了一点 占到8.8%吧 这个失业人口 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就是人传人 然后这个肯定是传得非常快 有一个游戏你可以又玩又赚钱 那为什么不呢 对吧 所以就很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类似的委内瑞拉的故事 就是因为本国赚不到钱 实体经济赚不到钱 因为我看了有一个纪录片 专门是说Axis Infinity 在当地的一个小村子里 它这个村子叫做贾万纳端市 这个村子大概是有30多万人口吧 然后基本上开始有几个人在玩的时候 然后后面就是人传人所有人都在玩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当时失业率比较高 最大部分玩这个的人 他其实是劳动技能比较少 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就包括纪录片里面 其实讲到一对老夫妇 丈夫还70多岁了 妻子60多岁 他们平时就是看着一个便利店的 他们可能一个月本来大概能有个 两三百美元 就但是其实疫情过来之后 就其实只能达到这个之前的 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他们除了可能去玩游戏赚钱之外 他们别无他法 然后包括另外有一个 他是骑自行车 可能拉一些游客的这样的一个人 蛮年轻的 大概是20来岁出头 后面就是通过朋友介绍 说那我也去玩这个游戏吧 这些人基本上可能能够在 玩游戏一开始的前几周 能够赚到三四百美金 所以就比他们一个月的 这个收入还要多 所以这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特别在疫情的那个时间吧 对他们帮助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用游戏的这个经济系统来 这个为自己现实世界里面的 这样的经济的环境来纾困的 这样子的越来越多的案例 其实也是在说 我们虚拟的元宇宙和我们真实世界的 这样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体系 越来越结合的解密起来了吧 其实这个刚刚你也说到 这款游戏委内瑞拉人也在玩嘛 然后我其实有看到一篇报道 就说就委内瑞拉人是怎么看待这些 基于NFT上的很多很多的游戏 因为其实他们是没有任何 抗风险的能力的对吧 他们也不像很多那种早期的 比特币玩家一样 就是他们还是需要去正面包的嘛 但是就说他们会愿意去尝试 就是因为他们别无他法 他们就觉得就其中有一个人 他是丢掉了自己在石油公司的工作 因为委内瑞拉最大的经济产业支柱 就是石油 他们的石油资源非常丰富 他丢掉了这份工作之后 他又得了新冠 然后他又觉得我的人生 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了 我现在就只想活下去 既然这个游戏可能可以给我赚到钱 那我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所以就他们就已经是一种 我已经失去任何东西 我就只想去试一试的这种感觉了 所以他试了之后 他还赚到钱了 他就觉得很开心 他在劝说他其他的那个 还依然在石油公司里哭哭挣扎的同事 说也许你们也可以去玩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委内瑞拉人 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他意识到就是 现在有无数多的这样小的 元宇宙的就是游戏冒出来 其实都是打精的 所以他就会把所有的全都去尝试一遍 然后看哪个给他赚钱最高 所以就是他已经是 就是无可奈何地拥抱这种状况的一种情况吧 对他可以去多试一下 因为我觉得其实像 我刚刚讲的这个Axis Infinity 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比较便宜 他一个这个小的宠物Axis 大概才一两每刀 因为他需要有三个你才能进入游戏嘛 然后慢慢的因为玩的人也多了 然后交易这个Axis的人也多了 所以他的这个每一个宠物 他的价值也水涨船高 所以很多新入局的这样的一些玩家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来直接 就是一下子购买三只这样的这个宠物 来进入游戏来互相来赚钱 所以这个游戏公司 我觉得他也是非常的这个聪明 他做了一个项目叫做这个奖学金项目 他在当地其实是招募了非常多的这种 像是游戏大使这样的人 然后这个游戏大使 其实这个游戏公司会来培训他们 然后给他们一定的这样子的 这个小宠物 让他们去加了引号的这种放贷 对他们可以先把这些小宠物 先借给这个新加入游戏的人 然后让新加入的游戏的人 通过用这个去玩游戏 然后来赚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润 然后他们这个新玩游戏的人 可以分到70% 然后这个当地的这个组织者 这个培训的人 他们可以大概赚到20% 然后可能这个游戏公司本身 当然了在这一个领域 他们赚到10%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 借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发生 所以我觉得这里就进入到一个 风险很高很危险的境地了 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之后 他可能会对实体世界产生更加不确定的影响 也在于这里 因为你想他其实这个如果我们用供求关系 或者简单的经济学的原理来判断 他能够接着水涨船高 或者大家伙都能够在这个游戏里边赚钱 其实是完全依靠于不断的有新人进来 有新的人要买新的小宠物 所以钱才能够进来嘛 如果没有人接下来没有人买 那小宠物养出来了之后 卖不出去 那宠物的价格不就跌了吗 所以他完全依赖于不断的有新人进来 然后这个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 就如果他不可持续的话 他就会变成我们所说的 庞氏骗局啊 或者发展下限啊什么的 所以你说的那个打进工会团体的创始人Gary 在一次采访当中 应该是接受纽约的一个 加密货币自媒体的一个采访的时候 他也说到可能未来的风险 在于怎么样才能够有新的人进来 怎么设计更加好玩的机制 使得新的人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进来 而是为了玩游戏进来 但到目前为止 他的不可持续的风险就在于 他的游戏可玩性肯定就是没有像RuneScape 那么强的 因为仅仅就是只是买卖宠物 羊羊宠物 然后把它卖掉 这样而已 所以但是我们接下来 如果我们做一个 类似于智力实验 或者是思考实验一样的东西 如果这个游戏 它崩塌了 就是肯定有一些人血本无归嘛 那对于 相当于是50万的这个菲律宾人 或者更多的委内瑞拉人 而言 这意味着什么 是他们接着去找下一个游戏 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连锁反应 然后这些国家急切 就如果需要经济重振 需要就是更多的人到实体经济当中去 那是不是这个元宇宙跟实体经济 彼此之间也会产生一种竞争 就有点像就有一个小孩 而他直向玩游戏 他就不想搬砖了 就这种感觉 其实现在应该是NFT 可能是最火热的时候吧 当然很多朋友跟我讲 NFT可能还得 就如果我们要对比之前的 这个ICU 这样的一个市场爆发的 这个时间窗口的话 我们可能还有个四五个月的时间 NFT可能才会这个泡泡 才会稍微破掉一些 对所以现在不管是 可能我们之前知道的 像是Crypto Kitty 然后CryptoPunk 对各种加密动物 对对对 然后他们其实是 如果是跟Axis Infinity比的话 他们更没有可玩性了 它就是一个 是 几个像素 对吧 包括我其实最近有看了 这个A16Z 投的一个项目 它其实就是一个 可能稍微可玩性 更强一点的 大家可以在里面繁殖赛马的 然后他们还可以互相的 就去真的是去比赛 然后它这样子 其实就是一个 可以玩得起来的 大家去这个繁殖自己喜欢的 这个马的这个品种 所以它是可能是有一个 真实的这个交易的 和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在里面的 所以那我觉得 就是很多价值来说 它不是客观的 它是非常主观的 你说我不可能去买一个 这个Crypto Kitty 花个这个几十万美金 对吧 因为我不认准这个价值 但是现在可能如果 还是在这个bubble里面的话 那大家觉得Axis Infinity 这样的一些小的宠物 它值这个价值 但是现在确实是有 这样的一个市场 但是它泡沫多久会破裂 然后破灭之后 只有它的价值 能够稳定在什么样的 一个区间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我们需要比较小心的 但是这些 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 这些人 他们其实现在是 别无他法了 对吧 对 而且就是 就是你刚刚最开始的时候 提出一个 就是在虚拟世界当中的 这个劳动力的成本的问题 其实在RuneScape当中 它关于劳动力的成本 是有供需的嘛 就是你冲着想要玩游戏 玩得爽的人 然后花钱买了一些 别人的时间来打精 和愿意出卖自己的时间 来打精的人 其实构成这样的供需关系 但是我看那个Axis 那个Infinity 其实这种供需关系 可能并没有那么明显 就是它其实分成两种玩家 一种玩家就是我要去 挣我的面包钱的 对 的人和另外一部分 想要投机的人 而投机的人是 虚于挤走的那种 然后我昨天还 那个特地去登录了 Axis Infinity 我想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它因为是需要 往里边就是 你可以打钱 我就发现它居然 就是不接受来自中国的 那个法币 也就算了 它也不支持美元 所以我就在想 就是它还跟那个 像那个RuneScape不一样 它把很多的 就是发达国家的 这些玩家 是排除在外了 就相当于是 但游戏当中 如果是劳动力的 供求关系的平衡的话 不就是发达国家的玩家 买就是劳动力 更便宜国家的时间吗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细节还蛮有趣的 但我不太确定 这个因为我看到 它的自己的游戏数据 说它有8%的人 它是来自美国的 然后它可能是 需要先装一个钱包 就是像是这个 Meta Mask这样的东西 然后你才能进入 这个游戏里面 对对对 它主要的是基于 叫做Running的这个wallet R-O-N-I-N 然后你是可以通过 这个直接打钱 但是直接打钱的时候 它是不支持美元跟人民币 那可能Meta Mask 是支持的可能 对然后它 对它那个Mask 是支持的 然后它会支持 一个类似于转账 就你可以从那个Meta Mask 转虚拟货币到 Running Wallet 然后你就可以绕过 不能够发币之间 就我觉得这里边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 监管啊之类的东西 可能美国中国 已经比较严格了 就我也不知道 对 所以昨天尝试未果 我是就只是看了一下 这个YouTube上面的 这个视频 但是我查他们这个 Isses Infinity 后面的背后这个公司啊 他们好像 应该也是被A16Z 投资过 然后包括几个 对对对 是 包括几个很大的一些 这个区块链里面的 这个基金 其中就会有他们的 投资人 就会帮他们站台 就会讲 其实 不仅仅他们只是游戏了 他们更加是一个 这个社区 他们帮助当地的 千发达的 这样的一些社区 就做很多其他的一些 都可能他们赚到了钱了 然后另外 他们给提供了一些这种 就是在区块链领域里面的 这个教育 当然我们这个不知道 他其实还提供 什么样的东西 就基本上这些人 他们会很熟练的 比如说是 把这个虚拟钱包 建立起来 然后怎么样去 把它转到ETC 转到Ethereum 然后再转到 他们自己当地的 这样的一个 法定货币的 这样的一个系统 所以就整个 他们其实是 打进系统的 这个培训 其实培训的比较好 所以我就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是 有其他的一些培训 因为他们说是 我们支持了 当地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社区 他们的这个发展 甚至是可能会 给他们提供一些 像刚刚我们讲的是 借贷 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看到 Crunchbase上面 对这个 这个YGG的 这样的公司 他们自己的一个 一个愿景 是创建最大的 虚拟世界的经济体 我就觉得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还是挺大的 我能够理解 因为我昨天看了 就是对YGG的创始人 Gary的采访的时候 他自己也做了个比喻 因为最开始 就是我们刚刚 没有讲的特别详细 这个AXIE Infinity的 他的就是里边的 金融系统是怎么样 因为他每一个 AXIE的这个小宠物 就是一个NFT 他就相当于 独一无二 YGG其实是把这个宠物 看成是一个资产 然后利用这个资产 当你去打斗的时候 可以产生一些积分 然后我自己给他 起了个名字 就叫做繁殖币 因为这个东西 是可以拿来繁殖这个 英文名字很可爱 叫做Smooth 然后Love Potion 对SLP 对 然后这个 他就举了一个比方说 这个小宠物 他是资产 然后他所产生的 这个繁殖币 他其实就是现金流 对于他们而言 做的生意 就是我手握这些资产 然后让他去产生现金流 这个商业模式 就跟现在地产呀 或者所有的固定资产 这些生意模式是一样的 就我已经手握了这些 不可复制 然后有着独特特性 而且非常稀缺的资源 如土地 然后我已经手握这些东西了 我是他的所有人 然后我把它租给你们 你们在上面产生现金流 反馈给我 然后这个概念是可以移植到各个元宇宙当中去的 因为NFT本身它就是有限的嘛 所以他也在那个访谈当中设想了 类似于其他的游戏当中 会有土地啊 这种东西啊 或者怎样的 那就是其实我就更进一步的想了一下 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在元宇宙当中 会有一些基础设施一样的东西 就当你说 他们在教一些人怎么去用这些wallet啊 去你钱包这些 其实事实上就是在做一些基础设施的教育工作 就只是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基础设施有多么的不可替代 但也许之后 因为我觉得游戏这个东西还是可替代性太高了 我可以不玩这个游戏 我可以丢掉 但也许在未来有一些功能性的东西 它是不可被替代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你是一个大型的图书馆 你要在这个上面储存所有所有的信息 是不是他就就是信息已经大到一定程度不可被替代了 那你所拥有的每一个信息 他的资产价值就是很定的 他就不会去波动了 然后你租出这一些信息 然后你可以得到一些些币或者怎样的 我觉得那个可能 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就会的确成为 就一定是会有元宇宙当中的基础设施 但是不是这个YGG我就不知道了 我看他报道中也是说 自己是在做这个新世界的这个settler 叫什么开拓者 就是我们其实做的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因为整个虚拟世界还没有那么的完善嘛 然后那当然了这个经济体系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那你在这个经济体系里面 你除了可能这个赚钱之外 你得有地方花 然后你花的这个在虚拟的这个世界里面 你需要什么 我觉得对于NFT或者艺术品来说的话 或者是买一个什么球星卡 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吧 但是如果我可能是每天花个三五个小时 我在这个里面能拿这个游戏币 我能换各种各样的东西 或者我在游戏里面如果我这个人我不吃饭 我就挂了 或者是我买一些这个我的皮肤 或者是我在购买其他的新的游戏 那算是我的这个世界里面的 我必须需要的这样的一些花费的话 我能从自己赚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 这样的一个货币体系 而且它是能够在不同的世界里面 它都是能够都是能够使用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有意义的 但是可能如果是在跟现实社会结合 因为现在我看到也有就是 就未来的股权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也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面也要研究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之前的众筹 那众筹其实 那我们只能通过像一种这个众筹平台 在海外我们有什么indiegogo啊 有这个kickstarter 但是你最后卖了钱之后 就是你支持了这个项目之后 然后给你一个产品 那这还是非常早期的 然后可能是在这个股权交易上面 我觉得其实还是没有说是能够特别达到 我们能够想象的一个精细化的这个程度 然后现在有一些公司我看到的 比如像是这个Mirror这个公司 它其实就是一个作者的一个社区 就我现在可能作为一个作家来说的话 我需要可能花费八个月十二个月的时间 我要来这个什么也不干 我就要写这本书 但中间我如果大家都知道 这个作家还是挺贫困潦倒的 你得在这段时间之内 你还得吃饭吧 但如果有的人愿意支持你的话 然后愿意买你这本书的这样的一个股权的话 他就可以通过Mirror这样的平台来做这个事情 但你后面这个书出版了之后 然后你可以时不时的能够分到一些 他的版权卖出的这样的一些钱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把这个 未来的这个股权变得更加方便了 但他底层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 肯定就是从这个NFT和区块链的这个角度 来来发展的 对 其实你说的就是这些很多的技术经营 硅谷或中国的投资人 其实都在畅想这样的未来 希望自己成为其中的看到未来这些人吧 但我觉得就是当我们今天讲 委内瑞拉这个故事的时候 很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跟科技 和这些经营不相干的这样一群人 被最先拉入到元宇宙当中去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如果你去看后续的发展 就是先是这些国民哈 然后委内瑞拉这个整个国家 其实也是被改变了的 因为我们刚刚有说他的法币系统 其实是崩溃了 然后他们也在想用什么样的下一个法币 所以他们已经在支持这些 类似于加密货币 成为他们国家的法币 而且他们是允许比特币挖矿合法化 然后还看到说2020年11月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军队也在参加比特币的开采 就把营地变成了数据中心 所以感觉就相当于是他们在官方挖矿 为自己进行加密货币的储备 然后我还看到说他们有一个航空学院 已经宣布接受比特币支付了 所以我觉得这后面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你说从最开始的一些个体 然后到整个国家层面 他们不得不拥抱这样的一个变化 这个就跟最近的这个 萨尔瓦多的这个新闻是一样的 对 对大家知道的话 可能最近萨尔瓦多 他其实是宣布比特币 作为他们国家的 就跟美元并行的另外一个法定货币 去当天应该也就是上周吧 然后比特币就冲到了五万美元以上 然后就在同一 对我们的生动早咖啡 还播报了这个新闻 对对对 是的 但是当天这个马上 他又跌回去了不少 就是因为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然后直接说 其实我们并不赞同 然后我们其实也不想要给你 更多的这个贷款 就是因为你们把比特币 作为你们的法定货币 这个风险太高了 对其实我觉得这背后 我还蛮期待看到一些经济学家 或者社会学家 关于这方面的分析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背后会产生的连衣 或者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是肯定会特别的复杂 就比方说哈 这整个国家都已经接受了比特币 或者虚拟货币 那造成的波动会怎么去影响 这个国家的实体经济呢 然后再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 如果半个国家的人都是在打游戏赚钱 那最后呈现的形式会不会就像 黑客帝国一样 你插一根管子 在那里玩游戏 你只要有吃吃喝喝 然后剩下你的作为人的价值在哪里呢 给社会产生的价值是什么呢 是给巨大的matrix提供能源吗 我觉得这背后很多东西 如果你去想下去 那它可能会带来的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其实是巨大的 而且一定不是现在在热吵这些词的人 比方说是跟风的投资人啊 或者是创业者呀 投机者呀 所能够想到的一个场景 就像我们现在想象不到 委内瑞拉人 被拉入这个元宇宙一样 对 我觉得大家其实的这个角度和目的 都各有不同吧 你说这个萨尔瓦多的政府 本身他们有非常多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他们自己也做了这个政府的一个 专门的比特币的这样的应用 一开始好像还被像是苹果 还是这个华为整个这个应用平台 都没有让上架 你是说他们的电子钱包吗 对对对 电子钱包 CHIVO CHIVO 对 然后后面好像华为才这个 勉强帮他们上架了他们这个应用 那为什么不让他们上架 是因为这样子的交易有风险是吗 我觉得是吧 因为具体的原因 我也没有特别的去查清楚 然后包括他自己也是在可能转移内部的一些这个矛盾的这个焦点吧 所以他的这个总统 然后他自己其实还有很多的 比如说是给每个用户提供什么30美元的这个比特币啊 并推动这样的一个使用 就免费给大家发钱的这样的感觉 然后就又开始通过膨胀了 所以我就觉得他其实可能在背后有蛮多自己的政治或者其他的这个目的 因为萨尔瓦多其实他的整个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水平也不是很高 然后很多的这个贫穷的人士甚至他可能连手机都买不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国家不管是Win Escape 然后还是这个Assess Infinity 他们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互联网设备都能连入的 那可能再贫穷一些像是这个萨尔瓦多这样的一些国家 他们可能连接入的这样的设备都没有 那所以现在因为比特币还在涨嘛 所以是不是现在已经这个能够获利的这些人 就还是这个社会的上层的一些人士 对对对有钱的人 而且你说没有钱的人他也留不下这些比特币 因为他们得赶紧去换面包对吧 是的对 所以他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目的 政治目的在背后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只能随便猜测一下 对所以也可以说就是有被迫最先拉入的这一小撮 踏入元宇宙的人 其实是遇到很多现实问题的人 但现实问题是没有办法通过就是元宇宙来解决的 还是得靠现实世界来解决 因为现在不管是投资人呢 还是整个下市大公司 他们全都在推元宇宙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都是有各自的这个目的和角度的 你说现在其实投资人特别是一级市场这些投资人 他们没有办法说只能说我们不能再用VR 或者是再用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再来去募资 对吧 他只能说我们其实是下一代的互联网 那元宇宙是什么 元宇宙下面包括所有的我们现在这个新的技术都在里面 那这样的故事可能就更加性感了 并不是说我们可能三五年前说的这个区块链和VR 这样的世界了 所以这是一个词语的通货膨胀 对我总是需要有一些新的 就不同伴随着新的一个这个技术的产生 新的一个bubble的产生 总是有这样的一些新的词语出来嘛 那你包括像是Facebook这样子的公司 那其实它在PC端移动端已经做到头了 那它是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市值 那肯定要出一个更新的概念 那在未来的这个五年时间 它说自己要做成这个元宇宙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对吧 那其实再往下看的话 那其实它还是需要 其实就是一个怎么样管理自己的这个故事 和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估值 对所以这个故事可能就是还是一样的 就更加性感了 但其实也就那样 就是相信它性感的人才会接着相信它性感 对其实我就觉得 我们就只能够期待每一轮泡沫之后 能够留下一些东西吧 比方说基础设施建设呀 或者大家对这个技术的了解程度啊之类的 就像我们说那个2000年的时候泡沫 留下了更高速的带宽 留下了一些人才 留下了对互联网的理解 而且我就觉得元宇宙这个事情 还是非常早期的阶段 我们就已经看到这里边不同的利益方呀 被参与进来的人都处于这么复杂的一个角色当中 所以它未来会怎么样 它一定是非常复杂 而且对现实世界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那这些我们就只能够拭目以待了 就是我们还是要用类似于就批判的思维 去看这一轮热潮的吧 对但其实现在给这个维尼利亚 菲律宾这样的一些可能比较贫困的人 是他们先能够达成温饱 我觉得起码这一点我是特别欣慰的看到的 对然后也希望他们不会被过度的割韭菜吧 因为希望就是这些泡沫消散的时候 他们的日子还能过得去这样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然后大家关于元宇宙的这个话题 或者关于NFT呀 这些有什么想要讨论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然后我们也非常鼓励大家探讨 就包括上一期就是我们的那个节目说 影响一亿人的一秒钟又怎么样 我看好多人都还写了读后感啊 小作文这样的 我觉得还挺有启发的 非常非常的感谢 我就感觉我们聊这些价值 就在于不断的要有新的思考 涌进来让我们做更多的思考 对吧答应 对对对 我们有了这个新的技术 我们有了新的观点 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给大家 提供一些不同的这个角度吧 就因为听到了Planet Money这一期故事 我自己也是觉得 哇原来元宇宙的这个角度 还能从这里来看 嗯对 然后我们也会把Planet Money的这一期的链接 放在我们的show notes中 当然也感谢Planet Money 因为除了这一期之外 他们其他的制作内容和制作结构呀 很多的制作手法之类的 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好那我们就这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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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